近日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上喊话潘长江,归求潘长江离开春晚的舞台。 该网友表示,求求您今年不要上春晚好不好,我看烦了你的小品。 11月25日,潘长江本人也对该言论进行了回复。 潘长江表示,谢谢您,我尽量。 不过若是节目组非让我上的话,就只能麻烦您不看春晚了。 看到潘长江的回复,不少网友都表示, 潘老师,您不上春晚的话我就要哭了, 您的作品我从小看到大,每次春晚都在等着您的表演。 还有网友表示,没办法,您就是太优秀,容易遭人嫉妒。 日前,潘长江却因为学车这个小品受到了一位网友的谩骂。 这位网友在微博中写道,潘长江,你为什么今年上春晚表演叫学车? 那是马路杀手,引来更多人学车等于死亡。 你应该向全国任命道歉,明年最好你不要上春晚赶紧滚蛋。 潘长江则在11月23日回应表示道,我也很痛心,这跟小品有啥关系。 最后网友们也纷纷力挺道,潘老师,不必理会这些键盘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